习近平清洗军队动中央委员,传刘岳军上将降落马图,看中国记者临终与综合报道,多方消息显示,习近平在军中先动新一轮清洗风声趋紧,不断有将领传出被查最新爆料趁东部战区司令刘岳军,或将被查刘岳军不但是中共军中少有的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掌管着另外敏感的涉台海战区, 还是县界中央委员上月中,曾有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中共军队第二轮清洗开始首当其冲,的是东部和北部战区的领导层11月1日希望之声,引述美媒消息,披露东部战区司令员刘岳军,最可能成为下一个出世,的上将知情人士透露军队抓人,都是由军纪委巡视,组完成巡视组掌握生杀大权, 甚至专攻司令政委的机密信息巡视组也可以缠阅,而目前刘岳军的贪腐,证据早已被其巡视组已接到指令安排查处,或许刘岳军已经受到某种控制, 公开资料显示刘岳军祖籍山东荣城1954年9月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军营里,父母都是军人曾任驻澳门部队首任司令员,蓝州军区司令员,2015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自2016年任东部战区司令员, 他还是中共第16届,17届候补中央委员第18届,19届中央委员,如果消息坐时刘岳军,将是继澳门中联办主任, 郑晓松跳楼死亡后又一个出,是的县届中央委员另外外界关注到, 东部战区地域涵盖台湾以及与日本存在争议的间隔诸岛, 中国称为钓鱼岛拿下司令员极为敏感,同时刘岳军曾参加过1979年的越战式现任将军中, 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者,分析认为习近平居中清洗,不惜拿下军中少有的实战型将领或说明问题极其严重, 希望之声援引的前数美媒爆料,就提到刘岳军1989年升任师及参谋长, 之后的提拔都是江湖时期,完成难以取得习近平的信任, 刘岳军律力显示,其仕途重要阶段是在郭伯雄的老巢兰州军区, 2007年6月任兰州军区参谋长, 2012年10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过去20多年,中共军队均由江泽民的势力掌控, 江的两大秦姓郭伯雄和徐台后,曾在军中架空湖锦涛, 而另外两名落马的前军委委员,张杨和房峰辉则是郭徐的余党, 两人在习近平军改后也一度位居要职近期不断传出, 有军方将领落马,但军委有获得官方证实, 8月起陆续传出被查的包括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杨辉, 西部战区副司令刘晓武,南部战区政委魏亮, 和原广州军区司令徐本林,一传出被降级退役的消息, 10月16日,官方通报中共军方原高层房峰辉和在审查期间自杀的张杨的审查结果, 两人均已被开除党籍,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香港, 南华早报人引消息称警防峰辉的案件, 已牵涉到300多名军队人员,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10月17日, 爆料趁今年八一, 石原本有四人要升上将因故取消, 据称,当时已有120名将领, 正在被调查军中,因此已出现极大内乱。